本集節目是由以下相互贊助播出 Hello 我是Fanny Fanny Lee 多倫多地產經紀 服務大多區已經超過15年了 所有關於房產的買賣、樓花、樓花轉 你都可以隨時找我 你可以WhatsApp我 我和某團隊是一定可以幫到你手的 匆匆人生高低起跌 應該妥善打算 減輕家人的經濟負擔 由福地、私家花園、雲石寧及殯儀服務 我會揭成協助你每一個步驟 提供適心的服務 助你圓滿人生路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住家財經 今天繼續有阿Joe 阿Joe後面有張什麼照片? 藝術照 不過我遲些會再去現在買多些藝術品 未來會去現在買多些藝術品 是的 好了 但今天大家看這條題 都知道 就是香港有傳要封這個Telegram 從而衍生 會不會封網呢? 這個我想我們住家財經 VIP很多的Patreon 經常都問的東西 間中神時柳時都會問的 但是你說封Telegram 是不是這麼容易呢? 之前俄羅斯曾經封的 但其實又不是這麼容易讓你封到的 那究竟實際操作上的可能性 是不是真的可以呢? 另外就是究竟真的封網 對香港的影響大不大 又或者香港未來 是不是真的想走國內那一套 我只是用信 其他那些什麼WhatsApp Signal Telegram 全部不可以用 那今天就等阿Joe一次個告訴大家 好了 那先跟大家說一說 大家看完那個fineer 都已經看到了 究竟可不可以超越俄羅斯 俄羅斯不能夠做的事 香港政府是不是可以做到呢? 那首先看一看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講了一個來龍去脈給大家聽 第一件事 你會看到一件事 就是它那個 現在就說全面封網 接著就說 最主要是全面禁用Telegram的程式 因為那個來龍去脈 就是私隱專員那邊 5月16日就出席立法會 一個會議的時候 就說了很多這個起底的資訊 是透過這個Telegram出現的 基本上每個星期 有200條相關的起底信息 那他們就開始要著手想 研究一下是否用這個 這個私隱條例 就是那個下面 第66項L 就去進行一個封鎖 或者叫禁用 等一下會說多一點點這個條例 好的 我們看看下一幅圖 你會看到 下一幅圖也是相關的新聞 這個最主要說的時候 5月16日就出席這個立法會會議的時候 沒有提到一個要封Telegram的 但是5月17日的時候 星島日報出了一個新聞 就是私隱署研究封鎖Telegram 也都說了 你會看到下面內文也都看到 就是說 私隱署去年發842宗 起底的相關個案 也有很多跟Telegram的群組有關 每個星期新增200個起底的信息 就算它刪除了 但是時間兩三天又再出現過 甚至涉及那個起底的信息數量龐大 會在想究竟是否首次考慮引用這個 就是考慮首次引用這個法例 停止或者限制市民接打 即是asset 相關的平台 我們看看下一幅圖 你也會看到 有報導指港府 研究或者移定封鎖這個Telegram 但是業界人士 技術上很難 技術上很難 為什麼呢 我們看看下一幅圖 你就會看到下一幅圖 這一位人士 這幅圖是很吊詭的 Telegram本身是一對俄羅斯兄弟 去創辦、創立的 這一位是其中一個 這幅照片很蒙茶茶 我們給大家看一幅帥哥的 大隻的照片 下一幅你也會看到 這個其實就是 father of telegram 他是其中一個 OK 當然他最近出事的時候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 其實這個Telegram的創辦人 也有澄清過 他們其實是有烏克蘭的血統 也都因為要追求自由 而離開俄羅斯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追求什麼自由 離開什麼俄羅斯呢 我們繼續看完 滿足不同界別的人士 看完下一幅照片 繼續講這個 Telegram的創辦人 其實真的很過分 不如我們再講一下主題 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講這個Telegram 在2018年 其實曾經受到俄羅斯政府的封鎖 或者叫封網 講多一點點 其實當時 俄羅斯發生什麼事呢 俄羅斯在2016年7月的時候 就通過一個叫做阿羅瓦阿法 當然這些是俄語來的 阿羅瓦阿法 其實是一個反恐法 美其名或者美其賢 就是一個反恐法 它裏面有兩份的法例去組成 但是其中呢 有些針對它那個通訊的法例 就是針對要求這個通訊公司 將語音的通話 數據圖像 甚至乎文本信息 就要儲6個月 另外就是發送人 所謂的圓信息 發送人的地點 接收人和時間 這些所有的數據 要儲3年 看夠這個 我們看下一張照片 要儲3年 這件事 就是其中一個最明顯的就是 Telegram 他就要求他提供一些所謂的加密的金時 給當地的通訊部門 當地的通訊部門叫什麼呢 俄羅斯聯邦電訊資訊與通訊監察部 基本上你當它是一個監控部門就可以了 俄羅斯的監控部門就要求 Telegram 當時提供一些加密金時 又或者我要知道你究竟 什麼人打什麼人通訊什麼 但是當時這一對兄弟就拒絕 拒絕去提供這個加密金時 第一 第二就是我不是說不想提供 根本上沒有提供 因為Telegram它本身的設計 就是一個超高技術 甚至乎可以說什麼 是軍用技術 軍用級的技術加密信息 所以不是說想給你就給你 後來它甚至乎再改良了 我們看看究竟它有什麼特色 有四個特色 這個Telegram在軍用級加密上面 有四項特色 第一個就是雙重認證 也有這個一對一的通訊加密 第二就是月後積墳 大家要知道什麼叫月後積墳 看完就立刻自動刪除那個訊息 也有可以自己教的時間 每個星期刪除一次 每天刪除一次都可以的 所以就說就算你找了 它那個通訊都 你看完之後 你如果不夠它快 它已經不知道它發生什麼事 有一點點像 Mission Impossible 就是這個 Tongo老師 就是說 他看一些訊息 看完之後 那副眼鏡會自己 著火燒毀的 總之你不可以留下任何痕跡 這是第二點的特色 第三點的特色 就是它自行設置這個IP address 也會隱藏那個電話號碼的 還有它慢慢一邊變 一邊改良 到最後它甚至不停轉那個IP address 令到監控部門 基本上追不到或者查不到 好 最重要的一件事 亦都是叫第四行 就是Telegram 它自己甚至會 會懸紅去給錢 課稅給一些黑客 如果你找到我程式上面 那個漏洞的話 我會給你獎金 我會給你們獎金 去找我那個系統上的漏洞 可以改善 所以你會見到這個 就是Telegram的特色 當然大家聽完之後 這一種這樣的特色 恰恰就是 對於俄羅斯之旅的政府 是很討厭的 我又不知道你幹什麼 而過去幾次的大型的示威遊行集會 都是靠這個Telegram 去呼籲 所以他就開始在2016年7月通過阿羅瓦法 但是2018年才是正式生效的 生效之後 就是生效的那段時間 其實2018年4月就說要求禁令 禁止俄羅斯 就是禁止Telegram在俄羅斯去運作 禁止的方法很有趣 我們看看下一張圖 你可以再看看 當時2018年4月的時候 因為俄羅斯要禁止Telegram 當地發起一些 紙飛機的示威遊行集會 或者表達自由的活動 什麼叫紙飛機 你會知道Telegram本身的符號是一個紙飛機 所以當時在2018年4月的時候 發生了一些紙飛機集會 紙飛機遊行這樣的事件 是會立即收回那個紙飛機的 那時候當然他自己就說 訂完紙飛機 他會在訂飛機的那個人 或者參與示威遊行的人 是會立即收回那個紙飛機的 不會造成一個污染 那這些就大家自己去自由斟酌 我們看看這張圖 會看到當時很多人去被捕 或者甚至乎去參與遊行示威 這個就是說 俄羅斯是禁止這個Telegram 在當地去運作 我們看看下一張圖 也是抓人的 OK 你會看到拿著藍色的紙飛機 這位也很出名的 當地人士 就是說參與遊行示威 那俄羅斯究竟他怎樣做 或者怎樣去尝尋封鎖呢 剛才說了 就是那四行 或者叫三大行 包括雙重認證 一對一加密 或者月後積墳 定時刪除那個內容 最後也是不停轉換IP 那俄羅斯當時那個俄羅斯聯邦 電信資訊與通訊監察部 就做什麼呢 就是他透過查到那些IP 就封鎖那些IP 而透過封IP 去達到可以封鎖你 就是不讓你用Telegram的目的 或者目標 但是很可惜 就是Telegram 就是他們的設定 或者設計 就是不停轉IP 甚至乎有很多那些 就是背後的伺服 放了在carl的伺服 就是carl computing 就是說放在Google 放在Amazon等等 就是說當局 還有他會不停轉的 不停動的 當局查到那個IP的時候 其實第一 他已經走了 OK 但是那個的執法部門 就沒有這麼聰明 就說你查完之後 就說是你了 然後就封那個IP 但是原來封那個IP的時候 是封錯了很多其他的IP 你會看到 如果走上Google 走上Amazon 或者走上任何一些傳放 就是叫雲端系統 那他封那個IP 其實很多正常 或者相關的金融公司 金融服務 都不突然被他封了 因為不知道什麼事 我放一個伺服在Google 放一個伺服在Amazon 但是你封我那把鬼嗎 所以當時也錯手封了很多的金融公司 也都使得 俄羅斯的金融系統 金融業務 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我們看看下一幅圖 其實這個Telegram的創辦人 當時也都說了 說什麼呢 他就說這個Whatsapp 或者叫諸黑白格下面 Facebook下面的Whatsapp 其實是一定不會做到那個加密的 為什麼呢 其中一件事就是他把這些數據 是很容易去給一個廣告商 給政府 甚至乎給一個cloud providers 這樣你會看到 正正是因為你的資訊 是會流到廣告客戶 流到政府那裏 所以你永遠都達不到那個 就是那個privacy 就是那個加密 甚至乎那個保安那個的目標 那這個呢 就是當時 Telegram那個創辦人 讚文 野餘 甚至乎批評Whatsapp下面那個保安 永遠都做不到好過Telegram 甚至乎永遠都有一個保安流動的文章來的 那當然回到香港 俄羅斯做不到的事 香港做不做到呢 我們看看下一幅圖 你就會看到 那就是說 私隱署延封TG 那麼葉介優殺錯無辜 那就是好像我剛才所說 俄羅斯封這個IP 喂 走到上去那個大廈裡 他都已經就是 涉事者 或者少事者已經走了 但是他不管 他照封 封完之後 那我正常做生意的那些 就被人封了 但是搞事那些就走了 那麼這個呢 就是說葉介優殺錯無辜 消息指 就是要求生起底訊息不果 才引用這個私隱條例限用 那麼那個私隱條例 待會會說多一點點 就是說那個 引用個人資料 括弧私隱條例 第66L 待會會說多一點點 好了 那麼我們看看下一幅圖 下一幅圖 都是說 生什麼都生不完 每個星期 是200條的起底訊息 所以才令到 香港政府或者叫做私隱專員公署那邊 就說考慮 引用這個私隱條例 去進行一個封鎖 好了 與此同時 我們一定要跟大家講 既然講法律的時候 我們先講一些大法律 基本法 我們看下一幅圖 有一個基本法在那裡 那基本法說什麼呢 就說 基本法 當然了 是否一個歷史文件 見仁見智 第三 三十條說什麼 香港居民的通訊自由 和通訊秘密 受法律的保護 除了因為公共安全 和追查認識犯罪的需要 有關機構 依照法律程序 對通訊進行檢查外 任何部門和個人 不能以任何理由 侵犯居民的通訊自由 和通訊秘密 就是告訴大家 字面上解 香港基本法是保障 香港居民 是私隱 或者保障香港居民 是有秘密通訊的自由 我是要秘密 說什麼都好 三姑六婆的事 我是要秘密 是有的 但是當然 背後也說 如果它涉及公共安全 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 它是需要按照法律程序去檢查 但是不可以由其他理由去侵犯 所以現在的重點就來了 究竟他拘捕人封鋪的同事 會不會侵犯了 或者叫做犧牲了 其他居民的私隱 這個就很重要 就是你那邊是去做一個起底的 我沒有參與你起底的群組 Telegram 但是我的Telegram 我的確要跟我的朋友去聊天 那你是否可以完全封曬呢? 或者我不關我事的 我會不會都受到影響呢? 這個就是整個 今次的立法的重點 或者大家考慮的地方 我們看下一幅圖 下一幅圖就是 我們講的就是講的 那個的私隱條例 第66L 那你會看到 第66L 就是停止披露行動的含意 那它裡面很多 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那其中一段呢 我就特別CAP給大家看 那當然了 這個畫面太小 我CAP過大的給大家看 下一幅圖呢 用紅色框框著 就說呢 66L 停止披露行動的含意裡面呢 它包括就說 第二項就是 停止或者限制任何人 透過相關平台 這個相關平台 我們可以姑且叫它做Telegram 就是停止或者限制任何人 透過Telegram 是接收該訊息 就是某一個訊息 第二就是 停止或者限制任何人 接達 接達Telegram上面 那個訊息發佈所在的部分 或者 這個最重要的 就是停止或者限制任何人 接達整個相關平台 就是接達這個Telegram 那這句說話呢 如果是拿出來用的話 那究竟會不會和這個 基本法第30個人所抵觸呢 不知道 但是呢 你會看到一件事 就是大家可以去 很多人會覺得有問題的 就提出司法覆懈 那結果是怎樣呢 大家自己想 但是呢 就告訴大家 如果跟66L 停止披露行動的含意裏面 其中一行 它的確是會或者可以 停止或者限制任何人 去接達整個Telegram 就是告訴大家 整個Telegram封了它 好了 那究竟怎樣做呢 那當然呢 下面呢 就說相關平台上的訊息發佈部分 提供主機 或者整個平台提供主機服務等等 你說去封Telegram Telegram給不給你封呢 又是另一件事 就是等於 俄羅斯說不給Telegram去運作 那究竟封不封到呢 是另一件事 不過呢 這次呢 如果我們純粹用學術的角度 法律的角度去探討呢 就說 等於這個兒童色情的物品 或者照片 哦 你是不是可以去封鎖這件事呢 很難 但是它有一個法例就說 如果你手機 或者電腦裏面呢 是藏有這些兒童色情的照片 或者是的資訊的話呢 你是會干犯了香港的法例的 那換句話 應用在這裡又這樣 那怎樣應用呢 就說 如果你的手機裡 查到你是有下載Telegram的話 你有用Telegram的話 它會告訴你 哦你是違反了這個條例 就是說因為我是要禁止 停止任何人去接觸 這個Telegram這個平台的 好了 它不停一件事 但是你如果被人發現用的話 你是干犯了法例的 那會不會去到這一步呢 也不知道 因為現在始終都在傳 但是可以跟大家講 或者跟連登界的朋友也好 跟網民講也好 如果用字面去解釋 是的而且確是可以去限制你用的 尤其是什麼呢 就是查你 別動 站在那裡 身份證 身份證 然後拿電話來查 如果你有Telegram這個群組的話 那它可以說你是違反了這個條例 或者違反了這個法律 那這裏呢 會不會究竟 哦 令到大家都不夠膽 或者不再下載 不再使用Telegram呢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 有機會會發生的一種的限制 那所以大家不要 就是想著 哦 港府 或者香港政府 是好像用到 走到好像這個俄羅斯 那樣 逐個IP address去禁止 不是 甚至乎 反過來 你一用 你一傳閱的話 我就直接說你違反這個條例 直接去抓人封艇 用個人的角度去做 那這個呢 就會令到大家更加不夠膽 或者不想去用這個Telegram 那可能從而達到那個的 就算你起底也沒有用 就是你在台灣 或者在外國 在海外的地方起底也好 那香港用不到 或者用不著 接觸不到 那都有這樣的機會 好了 我們再看看 那很多人就會說 究竟這種這樣的封網 除了剛才俄羅斯那種亂封 封到金融機構 正常公司都受到影響 這些這麼極端的例子之外 其實大家可以留意下下一幅圖 也都說了 封網或者網絡或者資訊流通 是的 從來都是這個 自由經濟體系或者金融經濟 那個重要考慮來的 下一幅圖你就會看到的 就告訴大家 哦 這個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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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25年 美國傳統基金會 就連續25年 評定香港是最自由的經濟體系 但是呢 它在2021年開始就剔出了 因為呢 就將香港和中國擺在一起 因為呢 就覺得它認為 受不經操控 和其他中國的主要城市都沒有分別 所以就放了下去這個 就是剔出了自由經濟體系 擺在中國 那為什麼會突然之間說這個自由經濟體系呢 其實香港呢 在很多這些的國際的指標 啊 位置上面呢 其實都明列前茅的 那其中一樣東西最重要 或者大家呢 如果有讀經濟貨呢 其中很重要一樣東西就是 資訊的自由流通呢 是整個經濟或者整個金融中心呢 其中一項最重要的元素來的 就說 哦 每一次這些這樣的基金會啊 每一次看的時候呢 它都會看一下 究竟你那個 就是資訊 是不是自由流通 好了 我們不要看這些美國傳統基金會 我們看回下一頁 我們可以先去下一頁 去下一頁回來呢 你會看到呢 這個呢就是第31期 全球金融中心指數 那當然了 編制呢 就是由這個英國的EZ Yen集團 再和 中國啊 深圳那個的公司呢 一起聯合去開發的 或者研究的 那這些就告訴大家 它經常都會看著 看著 這些全球金融中心呢 究竟哪一個是 明列前茅啊 有沒有降到減到 好了 我們看回上一幅圖呢 你會看到呢 其中呢 一些的就是 競爭力的指標呢 包括什麼 通訊式通訊的設施啊 等等呢 這些呢其實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告訴大家 就是往往啊 這些的 有沒有好的通訊設備啊 或者可不可以通訊自由流通啊 等等 其實就正正是一個金融中心 或者金融市場 很重要的一件事 大家你會想一件事 就是我買股票 我不可以馬上獲得那個相關資訊 或者一個股票突然之間跌了三成 我都還不知道什麼事 這些叫做資訊不流通 但是如果 一些的資訊流通的地方 或者金融中心 其實很看這件事 就是我要三分鐘內 知道究竟那隻股票 為什麼跌得這麼厲害 這些呢如果 沒有一個很好的資訊系統 沒有一個資訊流通的設備 是會受到影響的 所以就告訴大家 從而就是說 你可以封Telegram 或者你可以封很多的年燈高燈 但是你要自己去衡量一下封完之後 究竟有沒有那個的後果 或者封完之後 那些外資 或者那些不同的資金 或者那些外資 會不會覺得 在這裏做生意 我沒有那麼安全 當然未必是因為一個 Telegram的事件 可能它封完一個又一個又一個的時候 才會有這樣的效果 但是想告訴大家 一件事就是 外資也好 什麼資金也好 看那個城市 看那個地方 是不是金融中心 其中一樣是看資金流通 信息流通等等 如果任何一些 慢慢被削肉 或者慢慢被蠶食 都會有所影響 影響不是即時 所以這次這條短片 就找回Fay Sam出來 起碼一樣東西就告訴大家 不要真的好像以為 好像俄羅斯那樣封 封不了的 俄羅斯因為2018年4月的時候 封完兩年 2020年的時候 都叫做解封了 那叫屈服 有些人說俄羅斯屈服 但是如果你用俄羅斯那種方法 第一俄羅斯一封網的時候 有人會上街示威 有人會遊行 香港會不會是一個疑問 第二就是說 俄羅斯的人 你封了我繼續用 因為俄羅斯有三千萬人 用這個Telegram 它繼續用 封不了 那香港一封的時候 是不是會繼續用這個Telegram 又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就是 好了 我不封你的IP address 我直接去檢查 哪一個用這個 好像兒童色情看物 哪一個看到你的手機 有Telegram 我就告你 所以這一種就是 它一定會做到 或者有機會做到 不要讓人認為 香港是可以超越俄羅斯 俄羅斯做不到的事 香港有機會做到 我想 Sam也會擔心的 其實 Telegram 如果真的封的話 那些人就會問 連登封不封 連登封的話 那這個YouTube封不封 那會不會香港有一天 進入VPN的年代呢 VPN昨天的搜尋 是急升的 我們自己看到數據 就是急升的 這個其實對我們台 都有機會有影響的 是呀 不只是我們台 我想對任何台都會有影響 還有 如果這樣的走勢的話 我覺得你就是 在那個修例上面 逐格試 Telegram 你沒有什麼反響 你沒有什麼上街 那我就進一步 就好像阿周說的那一隻 封連登 但是那個問題是封封下 那就是變相上 我所講 那你所講 對香港的經濟地位 尤其是在國際社會間 會不會有影響呢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那 你知道很簡單 外資來到 那我就是用WhatsApp 你一定要用來送 會不會有影響呢 那你一定有個過程 還有對香港人那個 自己本身對本地的經濟信心 那這些才是打擊 但是你現在就搜尋EBM 然後又可能又重新搜尋一下移民 然後我經常都講 我覺得香港不會有所講 但問題是 他可以學藍 他現在告訴你 你要移民嗎 等於所有資產 打五成稅 那你就走不了了 那所以你看到 一步步走下去 就 大家去年開始說 國安法開始鬧出 一年之後 兩年之後 就開始準備受禮 那在兩年之後 又會怎樣呢 如果你說 長遠計 我對香港的信心都不足了 我要離開了 那你是不是還有多想要找兩年前呢 那麼這些就講講了 不過我們都要打回頭盔 支持一下 或者反對所有違法行為 討論一下而已 還有觀眾朋友 我不知道今天 我們另一位朋友幫我們opgate 我看到肥心好像比我瘦了 很大惡 他好像比我瘦了 坐後一點 那你中山越性越肥 中山有follow你的項目就知道 撐一撐 撐到上網 多開心 我現在其實upload很少的 希望上網不用被人搜查 吃個腸粉 吃個奶茶 不用再查這個 如果用VPN才看到資訊 其實是一個很悲哀的事 又這樣說 等於在中國裏面 一直都用不到這些應用程式 但是他們還有機會用VPN走 哦 那你未享受過 你就探得上這個 就是你未自由過就不需要自由了 這個是另一件事 那你剛才閃一閃的Patreon 就可能跟大家提一提就算了 是啊 我們到周中應該都會安排一場VIP的 還有我們會有些片放在那裡給大家看 那好吧 今天謝謝 謝謝 全瞻性 告訴你 如果真的香港要封Patreon 或者其他應用程式 怎樣做 依據在那裡來 來了之後會引發些什麼 大家思考一下 那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阿周 下次再見 再見 大家好 我是Fanny Fanny Lee 多倫多地產經紀 服務大多區已經超過15年了 所有關於房產的買賣 樓花 樓花轉 你都可以隨時找我 你可以WhatsApp我 我和我的團隊 是一定可以幫到你手的 衝衝人生高低起跌 應該妥善打算 減輕家人的經濟負擔 由福地、私家花園、雲石寧及殯儀服務 我會揭成協助你每一個步驟 提供悉心的服務 助你圓滿人生路 我對你很會 我超過! 我對你來說 你嘩笑 你嘩笑 我一下